本週落網東西軍角逐的選項是 裸男追野豬 vs 金子新發現 就經過24小時刺激票選之後 金子新發現是獲得64%的票數 這一次我真的 很不 對不起 不能說 比掉就好了吧 比掉好了 我這次真的很不甘願 因為我還把我自己老公 幫我拍裸照金錢都拿出來 幫那個裸男 來拉票都拉不到 我這次也非常不高興 因為每次動演神經過跟我說 你一定要親自加入投票 所以我這次有一次進去投票 我還試圖影響結果 然後還機會拉票 所以我有很多裸照的經驗什麼 然後就沒有用 裸照經驗是裸體的經驗 裸體的經驗 還是裸照也很多 沒有裸照也很多嗎 你說裸體在國外 在國外的裸體經驗 而且還在世界各國裸體 我也是準備好講說 我去德國裸體的經驗 就現在就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選途的問題 因為上面那個追野豬的男生就是 身材沒有那麼好 我們應該幫鍾翰羅昨天 對對對 那應該就是會 就是分數真的會很高這樣 還是我們選舉策略出貨 好啦好啦 現在我們還是要有職業道德 所以還是要講金子 是金子這個贏的 好來 那這個一直以來呢 大家都以為這個金子移動 是用蝌蚪的游泳方式嘛 但是根據這個英國最新研究呢 金子其實不是靠尾巴的擺動來前進 它其實是用一種螺旋的方式來行進的 好啦 這個就交給鍾翰來介紹 好啦 今天今天 只有你有啦 我們都沒有啊 對啊 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科學的題目 所以我們要用 很科學嗎 對 我們要用一個很嚴肅的心態來面對 好 對 其實怎麼發現 好 嚴肅 各位 好 這個是錯誤的啊 這是錯誤的啊 這樣才是對的 對 我們會討論到這個金子是怎麼擺動 其實是350年前 350年以前 350年以前 哈哈哈哈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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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有一個荷蘭的科學家 那他其實原本是研究血液跟細菌的 那本來就是會用那種顯微鏡觀察嘛 你沒有 你錯過一個重點 他是在什麼時機的時候去做這件事情 哈哈 突發奇想 他是跟 他是觀測誰的 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 對 對 因為他就突然心血來潮嘛 他就想說把自己的金子 好煩惱 其實是因為他跟他老婆剛剛 XXX 哈哈哈哈 好啦 繼續 我挖出來嗎 好細節 那他就把他放到那個 顯微鏡底下看 他就發現說 他觀察說 他覺得這個金子好像是跟那個 蠻魚 或者是像魚 或蝌蚪這樣子的擺動 所以才有 大家人類才有這種影像 做了很多動畫或什麼 都是這樣子嘛 但是近兩年 因為現在科學越來越發達 那個顯微鏡的倍數也越來越高 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那科學家就發現說 原來金子它的游動的方式 金子不是用擺動的 它是螺旋性 spiral這樣子 這樣子用鑽的方式進去的 那就覺得說 哇 這是人類大發現 因為原來過去350年 大家都以為的事情都被推翻了這樣 對 其實說實在 那個金子怎麼游泳 其實我們不在乎 它是自由式挖式 它是鐵式 它是鐵式 它只要匯道就好啦 所以這個發明到底 這個發現到底 對我們人類有什麼貢獻 好 其實就是因為有研究團隊指出說 其實就是 就是不孕症啊 可能有超過一半的問題 就是都在南方身上 那就是 雖然也有台灣的研究是說 可能一半一半啦 對 但是其實男性 如果是男性不孕的話 其實不外乎就是可能是 金子的數量啊 或是品質的問題 都是男生的錯 對 好 除了數量跟品質的問題以外 可能只是它游泳的方式了 對 那其實也是有研究 研究說就是拿白老鼠去研究 去年的研究發現說 在小白鼠身上如果你去加快 它金子游動的速度 或是減慢它的速度 是會影響到它生出來的小白鼠的性別的 所以就發現說 這個東西游泳的速度啊 游泳的方式啊 可能會 會為這些不孕症的研究 帶來一些契機這樣子 所以會游了快一點還是有用啦 的意思就是說它 好啦 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快還是慢有沒有用 但是快慢會有影響 但是不知道是快比較好還是慢比較好 意思就是游泳的方式還是有影響 但是可是最近有研究發現啊 金子再猛也沒有用 能不能受孕還是要看軟脂的顏色 這個我們交給凱莉來講 對啊 因為其實以前大家都覺得 軟脂姿勢在那邊 等待著被知識受孕這樣 但其實不是 其實後來發現其實軟脂自己也會選擇 欸不是嗎 因為我看那個圖都是這樣 它就是這樣 喔喔喔喔 這樣 鑽進去這樣子 就不是 其實軟脂它是有選擇 它表面有一些黏著分子 那反正我覺得簡單講 就有點像Tinter 如果就是軟脂肩滑到這個金子碰到它 就這個品質不夠 它就會把它滑掉 它其實還是去選那個品質 所以就打破了什麼 因為我們都說 我們當初就是什麼 最快的 游的最快的那個才 答正這樣不一定 就不一定 還是不是不是 不是游是最喜歡的那個 對 不是要游得快還要長帥 是不是 是這個意思嗎 對 沒錯 是嗎 你確定嗎 我不知道 好啦就這樣 好啦今天我們這個金子如何游泳這件事情 就講到這裡而已 這些人都沒有仔細看那個資料 都講得非常的簡單 OK好 那不過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討論到這裡了 好那剛剛這個提到這個金子運動研究 在7月31號已經在科學進展 就Science events這個雜誌中邊發表了 那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大家可以去找來看一看喔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在臉書按讚跟分享出去 或者是在YouTube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看更多的國內外新聞的話 也請上YouTube來搜尋環雨新聞 我們下週見 謝謝 從這個海灘從這邊往前走 可以往回看 是不是Gay有差嗎 有差 所以在那邊撿OK 我覺得 所以我們一撿OK 對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啦 好遊戲 我們要試試看嗎 可以試試看嗎 我們要等到可以出國的那一天 在台灣我沒有嗎 太落後了 太落後了 來講一下你自己 我自己嗎 我自己因為以前在舊金山那裡 就有一個蘿莉海灘 所以我只要看到天氣好 拖掉不會太很多 你就會自己去 OK 所以你這樣會拖掉嗎 對我會拖 可是我拖就是想要曬啊 那我是不會像有一些外國人去 他們是會 拖替在打沙灘排球 我是沒有到那個城市 我就是會靜靜的躺在那 我不會這樣 你不在那邊有帽 你不在那邊飛去 很多不同的地方躲去 喔對就是 只要去一個國家上西方 有啊 我就一定會先查 就是New Beach 然後我就 給我一次回去 那你怎麼會呢 我大K居然是在德國 就是去德國那種 因為他有那種非常豪華的公共三國女生 是會去給人家 跟他想一起去 一起邏輯 都全部一起邏輯 好棒喔 都全部一起邏輯 都全部一起邏輯 我都沒有人care 我唯一一次也在德國 然後是去 也是 也是一個羅馬 你這樣好笑 是就從頭到尾 就有兩個人 你這樣 對我做什麼 好會 假裝你在嗎 對 好 然後他就是覺得很邏輯 感覺很邏輯 他真的就是 他 沒有 就好像抱到什麼浮沫之類的 但是他沒有真的抱你嗎 沒有 對 真的 對 你